喜欢本故事,别忘了在故事下方礼物赞赏一下。 那么多的壁画会藏到哪儿呢? 我想着想着,脑海中像打了个晴天霹雳, 不顾一切地拿起手电筒朝脚下的水音池照了过去。 经我表情不对劲,其他人也纷纷看向我。 怎么了,丁堂,有什么发现吗? 都别动,我大喊了一声,是一众人站在原地, 然后目光在一排排滚刀镇上扫过去。 半晌,我才喘了一口粗气,说, 原来如此啊,也不知道哪个工匠设计这一切, 真是堵天地之造化。 我明白了胖子却不明白, 他急不可耐地追问他, 丁堂,到底怎么回事啊? 你啊倒是跟大伙说说啊, 胖也还糊涂呢? 不知胖子这么想, 其他人也都不明所以地望着我。 我见大伙都很着急, 便将自己发现的东西, 毫无隐瞒地告诉大家。 你们全都把手里的光源照向水音池。 水音池有什么好看的? 胖子满不在乎地, 朝那些流动的水音瞥了一眼。 难不成这下面还有死人不成? 不是死人, 你再好好看看。 见我神色严肃, 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, 大家又重复地看了几遍, 不过结果都是跟胖子一样一无所获。 只有四姑娘在仔细端详一分钟之后, 才淡淡地说道, 这类壁画很奇怪, 并不是画在墙壁上的, 而是投射在水音池中的影子。 见四姑娘看到了我想让大家伙注意的东西, 我连忙解释出, 当有光线照射滚刀阵时, 会将滚刀阵上的影子投射在水音池中, 这些影子有大有小, 恰好组成了一幅幅, 唯妙唯笑的画面。 所以我才说, 设计这一切的人实在是太聪明了, 简直是翘夺天空。 被我这么接二连三点醒, 大家伙才明白诀窍所在, 全部用手电筒去照水音池中的投影。 当他们看清楚那些影子之后, 纷纷露出唏嘘之声。 当然最兴奋的莫过于明书, 他连咳嗽声都停了下来, 一只手颤抖地指着水音池, 说, 这些都是记载着秦始皇生前大事的笔画吗?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, 弄清楚这些壁画里讲述的故事, 咱们接下来就好走了。 他说胖子咋呼起来, 我去, 用滚刀镇的影子做壁画, 这太太娘的创新了吧? 胖友在盘家园私混这么多年, 都没见过这种壁画, 我现在都要怀疑人生了, 这太不合思议了吧。 不知胖子, 我们所有人都震撼于秦朝工匠的奇思妙下, 直到临时搭建的索道开始出现晃动之后, 我们才从震惊中换过神来。 本来我们是想以最快的速度飞越水音池的, 然而壁画的出现让我们打消这一念头, 一个个全都来了精神, 焦头接耳地议论着荡漾在水音表面的神奇壁画。 我问他, 明叔, 你对秦文化研究非常通透, 你看看, 这些壁画里到底是讲述的什么样的故事? 好好好, 明叔一连说了三声好之后, 就开始爬着绳索, 眯着眼睛, 打量身下的壁画。 其实, 以滚刀镇的影子来做壁画, 说起来简单, 做起来难度相当大的。 首先, 滚刀镇最后停止的地方不能有哪怕一厘米的误差, 有误差图案就不像了, 其次, 滚刀镇中每一把刀的长短造型都要不断地设计加工, 这样投影才能更像人和物。 而我们脚下的水银池中, 那一幅幅壁画却构造得极为巧妙, 就像是皮影戏一般, 在向我们诉说这一段古老的尘封往事。 我虽然看不懂他所讲述的故事, 但也留意到那些人物的形象, 要比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一幅壁画都要详细得多, 完全没有什么古人的抽象画法, 全都是写实的。 如果不是我们对秦始皇时期历史不太了解, 我自个儿可能都能破译出来。 也许是震撼人心的壁画, 让明书病情有了起色, 此刻他脸上灰光返照一般, 先前疲惫一早而空, 很快就看完了所有的壁画。 不过,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, 当明书看完全部壁画之后, 并没有急于跟我们分享他看到的东西, 而是像发呆的袍子一样, 抱着绳索足足愣了一分钟, 才被我们喊醒。 胖子急得直跺脚, 哎,明书,明书, 那壁画都讲了什么呀? 你倒是快说说呀。 明书常常收了一口气, 说, 笔画中记载的一个大秘密, 这个秘密一旦公布于世, 将如同一颗原子弹, 彻底改变中国的考古界。 到那时候, 所有历史学家都会质疑自己以前学到的知识, 是真是假, 所有的教课书都要推翻重写, 所有的盗墓贼也都会红着眼睛去寻找这个秘密中提到的一切。 明书说到这里, 忽然歇森底里大笑了起来, 潘多拉的魔盒在这一刻终于打开了。 紧接着, 他告诉我们, 前面的一组壁画, 记载的大都是秦始皇一生的丰功伪迹, 这个名叫嬴政的, 十三岁就即位的小男人, 一生都怀穿着大梦想, 正是这个大梦想让他重用丞相李斯, 最终扫平六国,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。 秦始皇平定天下之后, 更是做出了一连串镇朕朔古今的丰功伪迹, 他修建万里长城, 把匈奴少数民族赶出了长城, 他修建灵渠, 贯通天下水源, 他书同文, 车同轨, 统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, 他注视二金人, 令天下无人敢反抗大秦的统治。 当然, 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, 其中夹杂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小故事, 比如秦始皇命乐师创造出秦爵这种音乐, 来瓦解六国人的斗志, 让他们浑浑噩噩拿不起刀枪, 又比如李斯之所以为秦始皇服务, 帮秦始皇扫平六国, 也不仅仅是君王和臣子的关系那么简单, 李斯在出世前就和秦始皇暗地里搭争一桩买卖, 李斯帮秦始皇夺天下, 秦始皇帮李斯寻找什么东西, 再往后就是压轴的大戏了, 明书指着下面一幅图画对我们说道, 丁当, 你仔细瞧瞧话里三个人都是谁, 我听明书说的故事听得入迷, 下意识地打着手电筒照向水音池, 但见水音池金属光泽荡漾之下, 浮现出一处黑色的大殿, 大殿的正中央坐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皇帝, 他的脚下跪拜两个人, 其中一个穿着修长官服, 另一个则是粗布马衣, 手拿扶尘, 我说, 那皇帝必定是秦始皇了, 秦朝等级森严, 一般的管理连皇宫都进不了, 能靠近秦始皇十部之内的只有丞相, 我猜跪在左边的是丞相李斯, 我不禁抓耳挠塞, 可是右边那个老头是谁呢,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呢? 没等明书回答, 一旁的四姑娘就冷横了一声, 不出意外的话, 这老头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方氏徐浮吧。